现在房市回温了吗 像在新北永和这个都更建案 5月才开卖 每个礼拜就有五六十组人来看房 工地外围先进行施工 一旁的接待中心如火如荼 赶工中都还没盖好 询问度就报表 单周看房人数超乎预期 520后首个周末假日 就有不少看污人潮 新北二字头建案 更是传出单周破百组人数 高雄也有捷报 单周四十组人赏屋 成交率可达三到四成 建商一直持续的推出一些 就是低总价或是低首付的 一些优惠的这些房屋的价钱 所以说也推升了一些 就是看污量 担心房市冷清 有的建商打出买柜退差价 甚至低头席低总价 民众认为入手门槛变低 自然增加不少看房意愿 但向低总价房子 最好留意是否为广告户 方位及楼层也得注意 是不是符合自己需求 低单价的部分 因为有些的话 它可能是把车位加进去 所以要问清楚说 这个单价是否有拆算车位 建商原本以为 520档期会冷清清 北台湾推案量更是减少三成 就怕房子卖不出去 建商浪力 自住客出手意愿增加 也意外带来看无人潮 三级新闻 甄友荣 邱子玲台湾报道 烘海抢公飞屏的订单 再次复杂友荣 邱子玲台湾报道